之前有一支影片讲到了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 三个关键血糖数值 是一般鉴检测不到 只有CGM这个东西 也就是连续血糖侦测仪才能测得到的 不但能够提早发现我们是否有代谢异常 让我们提早好几步预防糖尿病 更关系到我们寿命的长短 这支影片我就要来分享 我使用CGM14天的实验结果 如果你想要知道哪些食物 会导致较高的血糖突破 或者哪些降低血糖高峰的策略最有效 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嘿大家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修修 这个频道会跟大家分享科学的方法与工具 来帮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来先复习一下这三个关键血糖的数值是哪些 分别是平均血糖 血糖峰值 以及血糖变异性 我们体检报告里面测的空腹血糖 就只代表你一天里面吃饭前血糖的数值 能够提供给我们的讯息实在太少 没办法真实反映我们的代谢健康状况 而CGM可以持续监测我们体内的血糖浓度 它每一分钟就会测一次哦 所以它可以很精确的告诉我们以上这三个数字 最近美国也兴起了一波带CGM的风潮 有些新装公司 像是Levels 或是NutriSense等等 都开发了手机的APP 来根据CGM侦测到的数字 整合你吃进去的食物的照片 运动数据等等 来给使用者饮食跟生活的建议 对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一般人来说 在营养均衡的前提下 我们的目标是平均血糖越低越好 血糖的风值越低越好 而血糖的变异性当然也是越小越好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 可以去看我上一支影片 除了知道自己的平均血糖以外 代CGM最有用 而且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看自己吃了某个东西之后 自己的血糖会冲多高 因为每次的血糖突破 对身体都是一个伤害 所以不只平均血糖要在正常范围 血糖突破的发生次数 以及素质也要越低越好 这就是医生或是营养师 会建议你尽量避免吃高GI食物的原因 GI的全名是Glycemic Index 中文叫做升糖指数 是一种食物升高血糖能力的度量 各种食物的GI值对照表 网路上都查得到 但是如果要查到最完整的资料库 推荐你直接到Glycemic Index.com 这个是雪梨大学 一个专门负责GI值研究的机构所建立的 里面有来自全世界食物的GI值 但问题来了 很多好吃的食物 GI值都很高啊 像我最爱的食物组合 牛肉面加波霸鲜奶茶 这里面就含有GI值77的面条 还有93的波霸 我们东方人的主食白米饭 也是GI值高达90的大魔王 更别提我跟老婆最爱吃的水饺 小籠包等等面食了 说真的 这些都不能吃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 葡萄糖女神来拯救我们啦 嘿我不是开玩笑 真的有人自封为葡萄糖女神 英文是Grucos Goddess 简称GG 他在IG上的Follower高达260万 Jesse Champs-Pay他是一位法国的生物化学家 大学是伦敦国王学院数学系毕业的哦 相当厉害 他年轻的时候因为受了一次伤 让他陷入了忧郁 之后就一直受到心理问题所困扰 他有次在佩戴CGM的过程中 无意发现 只要他的血糖起伏越大的那天 他心情就会越不稳定 于是他就一头栽进了血糖的世界里 他在搜集了大量的研究之后 归纳了血糖不稳定对身心造成的影响 并且出了一本畅销书叫做Grucos Revolution 把血糖的来龙去脉讲得很清楚 而且很浅显易懂 并且整理了10个秘技 让我们能够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让血糖的曲线能够平缓 这本书一推出就攻占了各大排行榜 也已经翻译成包括日韩在内的不同语言 毕竟谁不想要健康的享受美食呢 但其实仔细看看这10个秘技 都不是什么新招啦 只是在女神的重新包装下 很多生硬的味道知识 就变得平易近人了起来 诶?所以我可以尝试这个路线吗? 以下我就帮大家把这10个秘技 整理成3个豪积的原则 并且附上我肉身测试的结果 来让大家容易执行 第一 吃淀粉前先吃菜跟肉 在上一支讲糖的影片里面有提到 水果跟甜点最好饭后吃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当纤维跟油脂 以及蛋白质先进入小肠之后 就会减少高GI的碳水花老物被吸收的速度 所以血糖的突破就会比较低 但效果到底如何呢? 我设计了一个实验 在两天的同一个时间内 以同样的进食速度 吃下几乎一模一样的食物 只有进食的顺序不一样 食物的内容如下 100克的石谷米 150克的青菜 50克的角白笋 50克的草莓花猪肉 70克的煎鱛鱼腹肉 还有50克的蒸笔木鱼 最后还有100克的蒸豆腐 哦 这里真的要感谢老婆大人的帮忙 连续两天都煮了一模一样 而且这么丰富又美味的饭菜 真的是感恩老婆 赞叹老婆 第一天我是先吃蔬菜跟鱼类肉类 最后才吃淀粉 而第二天就混在一起吃 不去特别注意顺序 实验结果 第一天的血糖最高峰发生在饭后一小时 10分钟左右 数值是146 而第二天的高峰在饭后的50分钟就发生了 而且数值高达170 这里要请大家注意哦 我们家吃的是黑米混石谷米 血糖的突破都能这么高 那白米饭的数字一定更加突破天际 没想到这招的效果这么好 强力建议大家采用 除了先是菜跟肉在吃饭以外 我们在吃吐司的时候 也可以夹一些起司跟生菜 或者是阳春面的时候多切一些卤味 都是一样的道理 第二 吃完冻一冻 这应该就是尝试了啦 在吃完饭之后 不管是出门去散散步 或者原地深蹲个50下 甚至只要坐在那边抬抬腿 这都可以消耗刚刚进到血液中的血糖 有效减缓血糖的突破 我的测试餐是加勒福买的面包200克 再加上再睡5分钟的日安红珍珠欧雷 第一天吃完之后就进房间工作了 结果血糖最高只到131 其实还蛮令我惊讶的 我以为会更高 但恐怖的在后面 在吃完后的两个半小时之后 也就是晚上10点 我的血糖竟然又达到了另一个高峰140 这个食物的组合后劲增强 能够源源不绝的提供血糖 看来这个跑马拉松补给的好选择 而第二天我也吃同样种类跟分量的食物 只是吃完之后休息一下 就去踩了一小时的训练台 强度是维持在我目前的中途 大概170W左右 管运动后的血糖曲线平顺了许多 底下的面积也比前一天明显小了 吃完饭之后动一动 这绝对是每个人都要养成的习惯 第三 餐前喝点醋 这招我就是第一次听到了 后来才知道原来在国外还蛮流行的 知名的健康频道Dr.berg也介绍了很多次 有蛮多实验证实 在用餐前喝下10ml到30ml的醋 可以有效降低血糖的突破 还可以减少脂肪的堆积 运动前喝还可以帮助染脂 相当的神奇 于是我也买了一瓶苹果醋来做实验 也是一样 连续两天同一时间吃同样的东西 看看有喝醋跟没喝醋的差别 这次老婆准备的是我弟弟岳母研发生产的牛肉面 跟我熟的人都知道我是牛肉面达人 对牛肉面的标准极高 他们家的真空包装牛肉面 真的是我吃过最强的 面好汤浓 肉又炖得恰到好处又大快 老婆通常会加些青菜啊 豆腐啊 豆包杏鲍菇等等下去煮 这样一碗一样超级丰富 蛋白质十足 吃下去整个超满足 第一天我在吃下特制牛肉面跟半颗菜包之前 先喝了加进30克苹果柱的茶 我的血糖高峰出现在玩时后半小时 达到了166 橄白面条跟包子的生糖实力惊人啊 第二天也在同一时间吃了同样的东西 进食的时间也控制了很接近 结果血糖飙高到177耶 实验结果 苹果柱确实有平缓血糖突破的效用 我后来都直接二死末就干下去了 有种之前当业务的时候干烈酒的爽干 测试了以上三个hack之后 我也曾经买了一些平常爱吃的作弊日食物 来测测他们实际的生糖反应 这次有五组选手参战 应该含瓜了满大部分台湾人爱吃的食物 最后一个生糖威力 简直突破天际 让我大吃一惊 选手一 麦当劳早餐 点了我最爱的无敌猪肉满腹宝加蛋 加上6块鸡块跟薯饼 当然还要配上热拿铁 哇这个组合我已经好久都没有点过了 吃了够爽 我猜这个组合的生糖指数应该还好 因为肉啊 蛋啊 薯饼啊 鸡块啊 大部分都是脂肪 结果如我所料 血糖最高峰发生在吃完半个小时之后 达到145 还可以接受 但是麦当劳早餐不健康的点在于它是油炸的 而且高热量 所以也不宜常吃 选手二 面食 这真的是我的最爱啊 我跟我老婆最爱吃面食了 这次买了小笼包 水饺 葱油饼 蒜辣汤等等 我最爱的combo 准备让血糖一次突破天际啊 于是我开了曼达洛人第三季 一边看一边吃是要够爽 结果血糖的突破 没有我想象中的高 大概只有到162左右 也是发生在吃完半小时左右 可能也是因为太油了吧 就像我上次影片讲的 我们的目标是将血糖突破维持在140以下 所以160也是无法接受了 而且大量的淀粉让我的血糖居高不下 吃完之后一个半小时 血糖还是138 所以我就跨上训练台来个一小时的中兔训练 赶紧将血糖消耗掉 This is the way 选手三 乳清蛋白 运动完之后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补给了 虽然中兔使用的能量较多是来自于燃烧脂肪 但是肌肉里面储存的肝糖 在运动的一开始就会被消耗掉大部分 所以长时间耐力训练完之后 肝糖的补给就相当的重要了 我通常会吃香蕉或者地瓜这种GI值较高的淀粉 让身体能够快速合成肝糖 但因为刚刚已经吃很多淀粉了 这次运动后的补给就来个400ml的牛奶加乳清蛋白了 糖类总共只有22克 于是我一边做伸展一边喝完乳清 血糖如预料中的没有身高太多 大概在喝完之后20分钟达到117 选手四 炒饭 我最爱的食物怎么可以少得了炒饭 哦也想让那种隔夜饭炒出来 粒粒分明又祸气十足的炒饭 就让我口水持流啊 我那天的中午就到新店大峰路 买了有名的27号大鸡腿炒饭 还有大峰牛肉面的牛肉汤加上卤味 以及一杯50蘭的波霸咸奶茶 对我来说这个组合带给我的满足感 胜过一堆高级餐厅 炒饭的生糖效果果然惊人 即使我同时吃下了一只大鸡腿一盘卤味 还有我自己家的半把工薪菜 血糖还是在吃完之后半小时飙到了170 在50蘭波霸的加持之下 血糖竟然在150的高档维持了超过一小时 看来下次如果又嘴馋了 吃完之后一定得好好运动消耗一下 这是最后一号选手了 内容很单纯 就是烧腊便当 然后我多买一只鸭腿 当然还有饮料 我本来以为这餐应该不会比炒饭那餐高 结果竟然一下子就飙到超过200 而且还在160以上 持续了超过两个小时 吓得我赶快跨上训练台 起了两小时的隆突鸭鸭筋 不是是鸭鸭血糖 后来想想应该是烧腊淋了酱汁的关系 之后如果想要吃烧腊一定要著名不加酱 以上就是我自己爱吃的食物的升糖效果 以及三招我统整的葡萄糖女神书里面 降低血糖突破策略的统整 再来帮大家复习一下 第一 淀粉这些高GI的食物不要单独吃 最好要配合纤维脂肪跟蛋白质一起吃 而且把淀粉放在后面 第二 吃完之后赶快动一动 不管是出门散步或者在原地深蹲都好 第三 吃高GI的食物前可以先喝下10ml到30ml的苹果醋 当然如果以上三招都一次使用出来 效果一定会比单独使用更好 这已经变成我的日常生活习惯了 如果你对糖以及血糖控制 想要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也欢迎你看看我这两支影片 如果你的朋友有控糖的困扰 也请你分享给他们看 最后来工赏一下我伯母做的牛肉面 不是业配哦 是真心喜欢纯推广 想买的朋友下面有小气卖货便的连结 最后我要跟你说 你很棒 放轻松 别太逼自己了 吃完牛肉面吧 我们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